茶马古道唯一留存的事迹 在这里无需找寻古镇剪影 处处皆为古镇风情 古树 古寺 古西台 古色 古香 古街道 在这里想进入一个违和的世界 没有喧嚣 没有商业 只有历史沉淀下的沉寂 带你去听这沉寂已久 我们是一点雨水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云南省建川县的沙溪古镇 现在呢我们就走在这个古镇的街道上面 你看旁边还有这种涓涓的流水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沙溪古镇 最有名的一条街道叫四登街 这条街道呢也是记录了 当年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 它是连接西藏和东南亚的 这样的一个古异道 在这条街道上面的话 我们即将就会看到完整无缺的戏台 有马帮的客栈 还有寨门等等 都会在这条街上 走在四登街青石铺陈的街道上面 然后加上涓涓的细水 到处都是马帮的名字 然后这里的话浓浓的这种 马帮情怀 马帮文化 从四登街的主路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它的一个知晓路上面 走在这里的话仿佛就穿越到当年的那个马帮时代 黄墙木屋 还有前面的欧阳大院 这个欧阳大院呢 它可以说是沙溪古镇 茶马古道上的这个五星级马店 从欧阳大街一过来呢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四登街 继续往前走走吧 白谷中下 然后也沿着这条小街道 然后走一走 这里也是到处可以看到 这个白族民居的特色 照壁 在重庆是的确非常难见到的 看这些房子都是非常老的这种老房子了 老爷爷们在这抽烟 这个烟杆很有意思 这里就好有那种电影里古镇的感觉 现在呢我们又回到了四登街古戏台 看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古戏台呢 它是只建于清家庆年间的 当然在历史的变革当中是有几次的翻修 它其实有三层 最下面一层的话是奎阁 中间是戏台 上面是一个阁楼 它一共有14个眼向上 笑起就像绿飞的凤凰一样 而且它是集古戏台 商铺以及奎阁为一体的 这样的一个建筑 在整个全国来说的话 是非常罕见的风格 并且呢 在沙溪古镇也是标志性的建筑了 古戏台 这里没有震撼人性的大场面 没有精彩的传奇故事 但这里沙溪像我们讲说的 就是它经历的岁月淡素 用时间 人 建筑 来慢慢沉淀下来的味道 走到这里 你不用在哪里寻找 哪里像古镇 因为这里随处一拍 都是古镇 我走过那么多的古镇 街道 小巷 只有这里 沙溪古镇 四东街 最让我有这种古镇的感觉和味道 在这个古戏台的镇对面的话 就是鼎鼎大名的新教寺 它是建于明朝永乐的13年 穿过哼哈二架 现在我们就进入寺庙里面 已经买到门票 是10块钱一个人 这里你可以看到就典型的 也是最具历史保存最完整的这种 白族 这个佛教密宗的 阿诈利寺庙 这个新教寺呢 它是由大雄宝殿 天王殿 观音殿 以及香房 山门 戏台 而组成的 看这里的话就写的是 建川白族密宗 阿诈利文化的一个展馆 我们在那个十中寺石窟的话 看到的石窟当中有两三个没有看到的 就主要是这个大圣毗沙天门 和大圣大黑天神 这个佛教密宗阿诈利的这个教的话 它就跟我们看到的印密藏密 或者说汉密的话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理解成为它是白族的 就单独的一个一种宗教了 就包括首饰那些都不一样 现在呢我们就穿过了这个 阿诈利的这个店 然后现在进到了内店 看这两棵古树 而且长得弯弯曲曲的 很有意境美 上面都布满了青苔 大殿里面这里供奉着五个如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们的首饰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五个如来 非常厉害之外呢 还有这个墙上 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了 这上面原本的话是有一些壁画的 这些壁画全是明代就有了壁画 并且呢它是出自白族的这个画室之手 但现在的话看起来有一些 有一些残缺破损了 看这个大殿的这个入口这里 这一个壁画的话相对就完整一些 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沙西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它的珍贵之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在于人与自然 人与这个千年的古镇 历史的一个交际 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要来 最有味道的古镇 最美的古镇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他们的东寨门 这个东寨门呢 在民国时期的时候 就因为下雨给毁坏了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马帮经济在沙西已经开始萧条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再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就恢复成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了 既简易又有防御性 从东寨门一出来呢 现在我们就去玉金桥 因为现在下雨了 所以我把帽子戴上 看到那个圆拱桥了吗 那个就是玉金桥 这个玉金桥以前呢是铁锁桥 但是因为清朝咸丰时期的时候 兵荒马乱 就大家就把这个铁锁取下来了 然后给打成兵器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石拱桥 这个呢是在民国时候募捐 然后重新修建的 这个玉金桥呢也是进出沙西古镇 茶马古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导 必经之路这个桥 走吧我们现在上桥 去感受那真真切切的茶马古道 白祖先民们认为桥是有灵性的 也是人和神的一个沟通 也是阴间和阳间的一个联系 昏丧榨取 赶考出门等等 都会经过这一个桥 所以这个玉金桥对他们来说 具有着浓厚的意义 随着茶马古道作用的消退 这里只留下了无声的石桥 古道古街 在悄悄诉说着他们的过去 我们从玉金桥过来呢 去往南寨门 在这里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520年的黄莲墓 那现在我走到这个古道的话 就是当年的茶马古道 马帮走过的路 从这个古老的茶马古道一上来呢 好 这边就是那个南寨门 它这个南寨门的话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东寨门 就有些不一样了 它这个寨门的话 就是雕楼式的这样的一个寨门 很具有防御性 这个沙溪古镇确实走在这里 让人有种逃避逝逝的感觉 如果有一天心情不好的话 在这里 你就可以真的在这里找到自我 找到自己